由李超人之称的香港首富李嘉诚 和中国政府曾经有过一段蜜月关系 但是近年来关系生变 李嘉诚更因为反送中风波 而被中国媒体高官围剿 对于那些莫须有的指责 这位商界巨人没有强势反击 而是指自己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他也感叹 此时此刻如果要不招风雨 确实不容易 鲜少接受媒体专访的香港首富李嘉诚 近来透过书面回应 接受路透社的独家访问 现年91岁的李嘉诚 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时代开始 就与中国政府建立关系 但是香港爆发反送中风波后 两者本已经逐年变质的关系降到冰点 李嘉诚公开呼吁各方退让一步 换来的是中共毫不留情的批评 指他在纵容犯罪 亲北京的香港人士也在脸书讽刺他是 蟑螂王 李嘉诚向路透社表示 在社交媒体世界 有些人别有用心散播恶毒猜疑和假消息 破坏互信 此时此刻要不招风雨 却是不容易 他还说 当人到了他这把年纪 便会懂得怎样不为外界的噪音所动 他不肯定那些噪音是否有计划的 但对于那些莫须有的指责 他已经习惯了 当被问到 中国对香港日益加强控制 有什么看法 李嘉诚说 对于一国两制总会有意见分歧 但是一路走来也还不错 他也强调 双方必须做实事 谋求制度创新 一国两制并不光是一项合并而已 1993年 当时是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 为了招商引资 曾捧着一束花 热烈欢迎李嘉诚的到来 当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后 李嘉诚开始大规模撤资 引发了关注 对于目前香港首富 与中国强国的关系 有媒体这么形容 李嘉诚从中国的朋友 变成了中国的出气筒 NTV7综合报道 是 今天 有 Fauci来 dich 给他 与中国藏民投资 好